主装立建筑优美景色位于塞维亚的西班牙黄厂 吸引大批游客造访 台湾旅行团同样到此一游拍照打卡 这个旅行团21号出发 共12天的旅程要在西班牙深度旅游 但在旅途中却有团员在旅馆遇上电梯惊魂祭 电梯楼层按键灯光不断闪烁却卡在半空中 流行团员说自己当天要返回位于8楼的房间休息 却困在旅馆电梯整整40分钟 团员受困当下立刻打电话向领队求救 领队告知饭店后对方回复维修人员到场需要15分钟 但等了30分钟人都没出现 团员已经出现呼吸困难的状况 领队当即立断报警救人 然后我很急因为大姐在电梯里面一直说她无法呼吸 后来我就直接把报警 然后请那个警察跟那个消防人员 还有那个救护车来 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处事的风格就是慢慢的来 而且我们在很紧张的时候 他们还是在柜台那边谈消风声 这是我非常生气的地方 幸好团员成功突困 经过检查后身体没有大碍 领队表示事发地点在当地是四星级饭店 住一晚的价格要四千块 之后也要求旅馆向团员道歉 结束这一场电梯惊魂 简单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